太陽不只刺眼 對葉菜葉的種植 更是雪上加霜 水分太重 所以天氣來 月頭來 這就開始 不蓋蓋 不蓋蓋 它就開始蓋蓋 南部23號開始的這場 連續大雨 嚴重的衝擊 高雄子官的葉菜產地 油菜小白菜全爛了 菜農苦不堪言 就算是溫室蔬菜 經歷過好幾天的陰雨 大太陽一曬也開始爛 那你再爛掉的話 它就沒辦法吸收水分 所以它整個葉子 就會變成這樣子 如果說是我1000公斤來講的話 看有沒有收300 400 農地一眼望去 全是空蕩蕩的 來到蔬果集散倉庫也空了 葉菜類差不多15公頃 然後青蔥大約11公頃左右 都損失啊 對 也因此葉菜類市價 上漲了至少兩成 還好農會目前 將陸續釋出60公頃 冷藏的高麗菜與根莖蔬果 以解供需失衡的窘境 帶新聞陳宜珍 陳立委高雄報導 帶透到 他們超過的